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叫王浩晨 在我小时候我来过一次武汉 是坐火车路过那个火车站 在那个露台我买了两个武昌鱼 但是没到晚上这个武昌鱼就坏了 所以我对武汉只有两个印象 一个就是武昌鱼 一个就是热 这个不是彭于晏 也不是软晶天 它是五年前的我 我以前会用大把的使圈去思考 怎么让自己变得更帅 也会用小部分的时间想怎么才能有趣 后来有人告诉我有趣的灵魂需要200多斤 所以我就放弃了我的颜值到了现在这个样子 这次我为什么来依稀呢 是因为依稀去这家餐厅吃饭 他们说这个饭这么难吃 还这么多人 所以就想让我来给大家分析分析这个事 因为我就是这个餐厅的老板 他们说得没错 我们确实特别火 有很多的人 原本是想做一个给大家吃宵夜的地方 但是后来我发现我们这个地方已经成了一个摄影棚 有这样拍照的 再后来火到我们已经在全国有30多家分店 但这30多家都不是我的 因为它们都是山寨品牌 这都是我们所有的山寨我们的店铺 大家的名字也是千奇百怪 最牛逼的这个就是郑州的书分串串公司 因为他们已经开了第二家分店 所以我自愧不如 说到做这个店铺 我觉得应该从我小时候开始讲 我是内蒙古的鄂尔多斯人 就是以前全中国最有钱的城市 也是因为太有钱吧 可能就是我们有很多负面的标签 比如说土豪 没文化什么的 当时我是高中 我就一腔热血 我就觉得我要对家乡做一些贡献 我就反复地思考 我想我要拍组这个时尚的城市大片 要告诉其他的地方 我们家乡也是很美丽的 最后我也是这个有文化的年轻人 这件事决定以后 我就马上就辍学了 我的学历就是高中没上完 辍学以后我就用了大概三个月的时间 去徒步拍摄了一千多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我的第一张照片 是在一个30层的楼顶 当天是零下十几度 最后我特别想撒尿 那是已经动到这个解不开裤子 后来就有很多人问我 说为什么要去干这么辛苦的事情呢 但是我当时并没有觉得这个是特别辛苦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想干的 也是我喜欢的东西 所以我一定要去做它 那做完这个图片以后 我就想我拍完这个静态的东西了 我一定要做动态的东西 所以我又拍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微电影 就是这个 拍完这个微电影以后 我发现我没有钱了 因为我花钱买了大量的设备 最后我也得考虑我自己的生活的问题 所以我就开始想我要不要创业 当然那会儿我是特别 就是图片上那个样子 我也特别喜欢穿衣服 所以我就想我要开一家服装店 我后来又做了这家服装店 把这个衣服的问题解决以后 我又想我还是特别喜欢吃 我要不要做一个吃饭的地方 所以我又后来做了这个西餐厅 在真正做西餐的时候 我就开始步入了正轨 那做得相对不错的时候 我就又有了这个特别大的想法 就是想去北京搞点事情 那实际上这个春丽开始于一场婚礼 中间那个新郎 就是那个老头 就是我现在的合伙人 我们是做服装的时候认识的 那在他婚礼结束以后 他找我聊说要不要来北京做个餐厅 那我当时一想 这不就是我最近的想法吗 所以我回去思考了几天 我就决定就马上卖掉在厄尔多斯的 那个所有的我的东西 就拎着一个箱子我就来了北京 那当时在北京 我们就给餐厅做了几个定位 做了几个目标 那就是要酷 要帅 要不一样 我们来到北京以后 那选址就选在了这个灯红酒绿的宫体 那宫体每天都有这个帅哥美女 喝得稀里哗啦的 当然我也亲身感受过这个东西 那在我自己喝到稀里哗啦的时候 就特别想吃宵夜的时候就是一个问题 因为在北京宵夜一般就是小龙虾和烧烤 那我觉得这样的东西会越吃越醉 那我就希望自己能做一个这样的东西 那所以我们后来对我们餐厅的一个大的定位 就是叫酒后庇护所 对 就是这个样子 那说到这个春丽 也有每天有很多的人在问我 那春丽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要叫春丽呢 那就是我们可能做过多事情都太过随意 春丽也是因为喝多了而来 那就是和合伙人吃饭的时候 喝多以后就开始想名字 那我说起个名字吧 我说海燕 他说这个不行 海燕太俗了 他说春丽行不行 我说春丽不错 最后我俩就大概是在喝多以后 用了不到十秒钟的时间就定了这个名字 那当然这个名字和我们游戏里的那个春丽 是没有关系的 做完这些所有的东西 我们就开始想要卖些什么菜呢 那这个菜单上可能有一半的东西大家都没有吃过 那因为这些菜也是我随意瞎想出来的 我当时就是想中西结合嘛 最后我就做了这个我们叫公司炒饭的一个东西 那它其实是用法国的鹅干炒的这个东北的大米饭 那还有比如说那个澳洲牛肉炒山东大馒头 当然我最喜欢的一个菜就是咖喱方便面 那因为我这个在晚上我以前我特别喜欢煮一包这个康师傅的方便面 那最后我的前女友又特别喜欢吃咖喱 我就想要不要把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块 那我喝多以后我既能吃着我这个想吃的东西 我又能想起我的前女友 所以这道菜后来也成为了我们店里最热门的一款招牌菜 在之前那个前任三特别火的时候 我也就想蹭一下热度 我说有没有可能出这么一道菜 所以我就想了一个凉拌洋葱丝 就是希望大家吃了以后能流流泪想想前任 做这款菜我是没有想挣钱的 所以只卖三块钱 但是卖了一个月大概只卖了四份不到 最后我就会问店里 我说为什么只卖了四个呢 因为很多客人都会说他的前任三块钱都不止 就是不想给前任一毛钱都不想给他们花 就把前面的这些事情搞完以后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设计 我们设计也真的很随意 我当时就是想复古一点 最后有点像大排档 最后大家来了能舒服 这张图是我当时做的一个手绘的图片 就是二楼的这一块和旁边那个小门是我们 因为当时我的想法太多 我画到一边我就不画了 我直接跑到了这个工地的现场来指挥所有的工人应该怎么做 接下来这个是我们的装修过后的这个图片 那里边是我最终成型的样子 我想想前边这些复杂的过程还是挺感动的 这两个师傅对我很大的抱怨 因为他们是在我装修过程中的两个师傅 就是我们在装修的时候有起了很多分歧 我是希望这个墙凹凸不平或者脏一点或者旧一点 但是在他们传统概念里边就是希望这个墙是干净的 是平的 但是虽然他们最后是按我的要求做完了这家店铺 但是我记得临走的时候特意和我说 这是他们装修史上最难看的一家店 而且不要告诉其他人这是他们装的 最后我吸取了这个教训以后我就想 我们的软章要不要找一些艺术家来创作 但是大家一听我们是在工体在三里团开店 那就爆出了这个极高无比的价格 我也没有这个能力去承受这个价格 所以我就想那大家喝多了不就是艺术家吗 我就找来了一帮朋友 把他们贯多以后就让他们在这个墙上随意创作 也没有给他们这个主题 他们确实随意创作就写了一些 我现在也不好意思念给大家的话 还有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 就是我在装修的过程当中 每天因为我家就在旁边 每天我会打那个摩迪回家 但是有一次因为我没有商量好这个价钱 对方要我20块 但是我觉得只值10块钱 但是他说那我一分钱都不要你了 你走吧 但是我还紫皮烂脸说 你拉我一成我得给你10块钱 他说那你赶紧滚 他说你是我见过全工体最穷的人 这个话就刺痛了我 我就觉得这个话我要每天提醒自己 所以我就把它写在了我们店里的一个盖子上 每天我去店里我都会 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这个盖子看看谁才是最穷的人 这个是我们的卫生间 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景点 因为一开始会有这种两个女孩或者两个女孩一个男孩 或者有这种好几个男孩好几个女孩进去 所以我就想他们到底是干什么呢 我就了解了一下 因为最后大家都是在和我们这个卫生间合影和上面这些卷纸合影 大家都以为我们这个卷纸是故意做的一个设计 其实就是因为当时买多了 没有地方放 我们就全把它钉在了墙上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太多的随意的决定 后来我们在餐厅的一个角落堆了很多储备的饮料 这些箱子大家都以为是我们做的场景 也会有很多人在那个地方拍照 说到拍照 这个是拍照人最多的地方 就是参观到此结束 当时我在这个地方设置这句话 是希望大家能把春丽在吃饭的同时可以当成一个展览 就是因为我们在里面设置了很多隐藏的小细节 还有一些小创意 当然还有一个其他的含义就是希望大家快点吃饭 吃完饭我们赶紧翻台 接下一班客人 说到这个复古 现在这个复古餐厅有很多 我觉得近几年也比较流行复古的设计感觉 但是很多餐厅它就是会找一面墙 最后把老的自行车 老的电话 老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堆出来 它用一面墙去要营造我是一个复古的餐厅 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一个好的这种复古餐厅 我们是应该从进了这个门 我们在这个大视觉上就能给它要表达出我们想做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设计应该是随意的 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 也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东西 我对于我的创意我觉得应该珍惜这每一秒的创意 包括我们在座的所有人 我觉得现在在听我这个演讲的时候 脑子里肯定也在想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但是我就会把这些东西全部记录下来 在一些后续能用到的地方我也会把它整理出来 为了去做一些好玩的事情 我们又在各个节日做一些活动 这个是我们在前两天那个六一儿童节 就会送来店里的每一个小女孩 也有大女孩 就是送她们一个气球 我们在这个气球上写着春丽woman 就是春丽女人 也是希望告诉她们在春丽你们才是小孩 你们踏出这个门就得回归自己真实的身份 我们在去年的圣诞节也请了一个乐队 不是那种传统的乐队表演 我们依旧是把它们喝多以后 让他们开始在店里即兴地演唱 我也同时帮他们做了一个海报 他们说这个是他们见过最丑最随意的海报 这个是我们店里来的第一个明星 当时这个场面特别大 带了一堆的摄影师 带了很多的化妆师 因为我从小没见过几个明星 我就觉得反正是明星挺厉害 我就在这个角落里偷拍了他一张 但是我现在都不知道他是谁 慢慢地我们这个餐厅就从一个普通的 小饭馆成为了一个真的是全民摄影棚 各种小姐姐会来我们店里摆出千奇百怪的姿势 有两个机位一起拍的 有这种拥抱海报的 还有在店里打伞的 还有这样的 我最不理解的就是在我们这破楼梯 都能拍半个小时 再后来就会又有很多的媒体 杂志 包括服装品牌和这些明星都来拍照 对 这个是一个国际名模 也是因为来我们店里我们成为了好朋友 这个是我帮爱福姐你随便拍了一张照片 就被她当成了最新单曲的封面 我就有点小碰胀 也有点嫖 据我这个不完全的统计 我们每天有80%的客人都在拍照 做这大半年的时间我统计了一下 估计有5万多人都来拍照了 最后有4.9万都是女孩子 说到这些我有一个特别感动的事情 就是在我们餐厅有这么一对老夫妇来吃饭 因为我们这个餐厅原本就是想做给年轻人 而且是这些喝多了以后的年轻人 但是突然有天我看到他们来吃饭 我就觉得我这个事情做的是对的 就是我们想表达的那种舒服的感觉 已经被每一个人接受了 后来又有很多人问我 因为每天我都被人问 他们就说你现在是一个全北京最火的网络餐厅 有没有担心哪天不火呀 那我一直很自信 我觉得春丽也应该很自信 就是说我们从来没有去刻意地去 要跟着消费者去走 我们希望是能生产创业 能引领这个潮流 能走在最前端 就是做一些能改变生活方式的东西 也能改变这个餐饮模式 还是希望能做一些这个市场上没有或者空白的东西 所以说到这30多家山寨餐厅 我并没有不开心 我觉得他们给了我一种社会责任感 所以我拿着这个写着我们服务的员工服务 寄给了当地的一些朋友 让他们在这些山寨的餐厅门口合了一张影 我就是想告诉他们 春丽还会继续努力 为大家做好服务 做好设计 欢迎大家继续抄袭 我们也马上付出了行动 就是我们在今年5月又开了第二个店 就是春丽咖啡公司 我们从产品到所有的包装都是我们自己乱想的 未来我们还希望去做歌舞厅 做游乐园 做这些奇奇怪怪好玩的东西 我也希望这些喜欢山寨我们的人跟上我们的脚步 不要掉队 谢谢 谢谢 谢谢